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5月24日 首先這裡有我們紐西蘭的二德台洋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波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出去 好了 這一節想說一個近來很惹火的國家 這個就是納桃園 大家都知道它是哪個波羅的海的小國 是波羅的海 有些人說那裡有波羅的 不是 那個海叫波羅的海 人們以為是波羅的海 不是 這個小國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被蘇聯掠了 當時 搞定了之後 就在蘇聯解體之後 就獨立了 波羅的海三國 所以 它現在面對著俄羅斯的反彈出來 它就是十分之 驟忌俄羅斯 就要找大佬的 當然它在歐盟 它在歐盟裏面 它都不是一個 它都是屬於小國之年 它又忌德國 因為是歷史原因 二次大戰原因 這個情況之下 它又決定要找美國 就是它是屬於美國的人之一 關係鏈之一 那種情況 而現在 它是 首先 既然是這樣說 它是一定會站在美國那邊 原本 在這些 中國 在和美國那裡交 就是 有改變之前 交互之前 就 做了一個叫做 中東 17加1的機制 就是希望 東歐 應該這樣 東歐 中國和東歐 所以叫做中東 歐 17加1機制 目的是一個合作組織 就想說 大家聯合做一些 叫做 貿易上的 的事 類似一帶一路的事 但是 其實在之前 已經有苗頭 就是和這個 中國鬧回的苗頭 那它做了些什麼呢 它在 21號 5月21號 那時候 20號 21號 它就 表決 就說 通過 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 進行了 種族滅絕 它是繼英國 荷蘭之後 歐洲第三個國家 指責中國 其實是近於 被人 老點 被人欺騙 我個人心地很好的 我都知道 它是被這幫這樣的 疆獨有欺騙了 站在疆獨有那邊 就是說 這個 中國是對維吾爾人 進行種族滅絕 而且我們是曾經 吸取過歷史的教訓 給蘇聯統治過的教訓 所以在道義上 是有義務 要幫助一些被共產主義 國家控制的人 作出反抗 說這些 這個是立陶宛的議會 會在20號以86票贊成 一票反對 一票棄權 這樣贊同 當然啦 世界維吾爾組織 就是這幫傭獨有 在土耳其那裡 當然是敲鑼打鼓 就說 哇 希望國家 更加多的國家 發出正義的聲音 就是 一個騙子 就說人家是 我們都沒有什麼好說 中國駐立陶宛的 大使也都開了聲 就譴責你們這樣做 是干涉中國內政 惡意炮製反華決議 是基於一個謊言 和虛假信息的絕裂表演 是很得看的 但是無論你怎麼說 這幫人 當然是繼續這樣撐下去 而另一件事 就是在今天 他也都出了聲 這個立陶宛 他就是說 在他們 22號 他們宣告了中國 是 國會表決了 剛才那個謊言的議案 之後 的兩天 他們說我們退出了 中國的17加1合作機制 這樣說 於是 中國和這個 東歐的合作機制 就斷了攬 而再加上 這個 中國和歐盟 的27國的關係 就是這個 中歐 投資協定 被凍結之後 立陶宛 他就認為 喂 如果我 跟你中國機的話 就變相 分裂歐盟 所以他們的外長就說 我們不會再出席 你這個17加1峰會 如果要做的 就27加1 應該 歐盟成員國 一致應對中國 是最好的 歐盟的力量 就在於 團結 這樣說 然後 再衰格道 就說 我就走了 其他成員國 一起拉隊走 這樣說 其實近這幾個月 都已經做了很多小動作 譬如說 他們否決了大陸 在立陶宛的投資 以及說我們準備在台灣 開設這個商業辦事處 種種種種的小動作 已經知道 立陶宛是一定會離開的 另外在2月那時候 這個立陶宛 拉脫維亞 愛沙尼亞這些 當他們說要出席 這個中國和東歐 中東歐國家峰會那時候 那些層級都已經說 我不會派總統總理出席 由部長出席 那種情況 那結果呢 令到那些歐洲 那些報紙在那裡笑笑口 這樣串中國 什麼17加1 11加1 17加1-6你就有 這樣串的 就是說 你根本現在沒有號召力 我們歐洲不看你頭 這樣說 這樣 這些就是 是很可惜的 一心想說 大家貿易滾 大家貿易做得好好的 做一下貿易開開心心 這樣也有這樣的事情 說的 又要牽扯到這些 這樣的什麼 正如我們剛才說 又說人權 人權都是一件事 人權是正確的 但是問題是一定要建基於事實 而不是建基於謊言 你們竟然相信一個謊言 去做這個決議 事實上是很令人心痛 是要騙管的 但是這個立陶宛 就是他自己 決心走美國那邊 那現在呢 他今天呢 又有 今天幾個小時前 又是發生的 又再惹火了 激怒中國 拆了一個好的貿易 是他自己不識貨 是不是 還說要拉隊走 不識貨沒辦法 那現在呢 他新近 竟然又和白俄羅斯 無緣無故就扯上了 現在兩個國家 現在就開始吵了 就為了什麼呢 就為了一架飛機被截停 那一回事呢 就現在 這個呢 就是白俄羅斯在他們的 就是他們自己那邊說的 就說 有一架飛機 是在這個 希臘出發 上空飛行 就準備呢 就飛到你這個 叫做 立陶宛降落 但是這個飛機 當他飛過白俄羅斯 那時候呢 突然間 就 白俄羅斯就說 收到訊息 的飛機上面呢 就有 炸彈 於是就派了一個空軍 就截停了他 截停了他 要他降落這個白俄羅斯的明斯克機場 那 截停了他 那很多人都奇怪 咦 什麼有這麼嚴重的東西 咦 為什麼會有炸彈的呢 怎樣怎樣 那這個 這架飛機呢 就是屬於一個叫做 Rion Air 的 廉航的飛機 當他落了地之後 那白俄羅斯 就派了戰機 給他下來 然後一隊警察 就上去一手 立刻 觸了一個人 下飛機 這個人呢 就叫做普羅塔 白塞維奇 這個 他是什麼人呢 就是 這個 大約 大約 沒多久之前 一年前 左右 時間過得很快 這個白俄羅斯 又有總統選舉 那 選完之後 就發生了動亂 就是 反對派就說 你這個總統 不合法 選舉 有問題 盧卡申科 於是 雙方就 就是 大暴動 鬥獲金 大家都明白 美國總統 當日 美國總統大選 川一美 就說 喂 你現在 你這個選舉有沒有 結果 結果搞到幾嚴重 美國這樣的地方 都這麼嚴重 那何況 這個白俄羅斯 估物論是怎樣 總之 現在就 上去抓了那個人 那個人 就是 我們叫他做 普羅迪先生 普羅塔 塞維奇先生 是 他本身就是 反對派的 網站 的創建人 這樣 他 今年是26歲 當日的 大暴動之後 就 這個 白俄羅斯當局 就 大搜捕 不過他就 走掉了 就去了 尋求清治碑戶 去了波蘭 尋求清治碑戶 但是 他已經 被白俄羅斯 列入這個 恐怖主義活動的人 名單裡面 當他 就是 他 想著 在波蘭 你就抓不到我 誰知道 他今年 剛剛好 就走了去希臘華 一個 希臘那裡玩 然後 坐飛機飛去 這個 立陶縣 現在被人抓了 估計 他最高 是會被判 15年 按照白俄羅斯的法律 當然 現在這件事 就很嚴重 因為 一出來 白俄羅斯 他 就是 白俄羅斯 他是在這架飛機 準備到 立陶縣的邊境 那時候 是被迫降落的 而白俄羅斯 也認了 是有這樣的事 就是不到他不認 因為這麼嚴重 而為何要去立陶縣 就是因為立陶縣 是包庇 就是 保護了 現在 白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 所以 這個人 他才飛了過去 現在立陶縣的總統 就出了Twitter 就說 史無前例 飛去 就是飛過我們上空 故意飛來我們這裡 立陶縣的民航 既竟然被 這個白俄羅斯迫降 有沒有搞錯 然後就說 我們 白俄羅斯裡面的反對派 的網站 始創人 都在航班 然後被捕 是很明顯 你這樣做 是一個陰謀 這種是一個惡劣的行徑 我要求立即釋放回 這個普羅塔塞為奇 這樣說 講完之後 他就向歐盟申訴 現在歐盟那些 都出聲 歐美那些 就已經出聲 在這裡罵 德國 那些 現在就要求 喂 你快點放人 你要解釋 那歐盟的領導人 就這樣說 德國外交部長 馬斯 就說 兩個國家之間的航班 是竟然用這個 有這個恐怖威脅的藉口之下 被迫降落 是對歐洲民航交通的一項 嚴重干擾 你這樣很不對啊 那法國外交部長都說 喂 你這樣搞法 不能夠接受 那當然不少得大佬美國 就一句 你這樣做是 對所有乘客都有威脅 是令人震驚啊 你 不要這樣搞啊 基本上所有歐盟的人都說 你不要這麼瘋狂好不好 那 那 而立陶宛的國防部長更加開聲 就是說 我們要查清楚 那個飛機上面 發生什麼事 那波蘭就說 你這個是 國家恐怖主義的行為 那 總之現在全個西方世界 都吵他的了 那 但是 就是我不覺得 白俄羅斯會鬧他 即使你們說要放人 要放人 就是會不會鬧他呢 搞得這麼嚴重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很微的 就是 因為 他上次這個總統大選 被人說舞弊 這件事是搞了 香港很多黃人都很留意的 因為又是情感投射 就認為你白俄羅斯這個總統 將他當成了香港 整件事 但是又說 哎呀他有普京 那我們友台那些人 都是支持那幫反對派 我不是說誰對誰錯 這是別人的事 他們自己解決 但是 如果說你真是用這個 去做藉口 說上面有恐怖事件發生 這種迫降一班機 我個人來說 是講不過去的 因為你這樣開了一個施禮 以後什麼恐怖 什麼事都會發生 這種行為 是要搞清楚 而且是要講一下道理 因為行班就還行 行班精致就還精致 你這樣做 我覺得我個人的說法 不是那麼適合你 即使他是正敵 因為你做開一次 以後誰敢飛過你的領空 誰敢跟你打交道 未必有一點過大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那好吧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會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